各位同学 大家好 I'm Cindy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12课的单字 从第13个开始 Basement 这个字呢 Base 从Base过来的 Base本身就有基地跟基础 还有这个累包 就是棒球那个累包的意思 然后加个Ment变成什么 地下室 就变成地下室 The part of the building That is beneath ground level A cellar 就是说建筑物的一部分 它是在beneath 是介细词 在点点点之下 什么之下 在一楼之下 Ground level 就是一楼 A cellar 这个cellar就是一个小房间 来看到例句 They kept all toys and furniture in the basement 蛮简单的 Capped就是保留 保留 将这个 旧的玩具 跟这个夹具呢 放在哪里 在地下室 我们来看一下解析 那在这个解析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base 这个base 请你写下来 它有基础 根据棒球累跟基地做基地台的意思 那前面我们有学过一个片语 有学过两个片语 有没有印象 第一个是based on 根据对不对 根据什么 的基础 根据的意思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on the basis of 也是根据 或者是在什么什么样的 以什么什么样为基础 好这都是这个base的延伸的用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at the base of they built a house at the base of the mountain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山 山下呢 盖了一栋房子 就这样子而已 好然后呢 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the research funding provided the government was provided the a with b a good base for something for establishing a better education system 好这个研究发现提供了这个政府有什么 有好的一项基础 什么样的基础呢 for 为了建造 建造一个更好的教育系统 好所以这个是好的基础 好的地基 ok 然后再来看到 军事基地怎么说呢 这里 the military base 叫做军事基地 军事基地 好再来就是这个片语咯 这两个片语请你把它写下来 那空军基地怎么说 很简单 air base 好海军基地呢 naval base 好训练基地叫training base 建立基地establish a base 就这样子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4个单字 re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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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呢有了解到 知道什么事情 那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实现 好实现 那realize 请你在写上有了解或领悟到 领悟 得知 了解 都可以 那这边呢就是实现什么样的梦想 看到解释 to make something become true 就使得某件事情成真 to accomplish accomplish就是完成某项 成就 fulfill or achieve 都是同一字 fulfill 实现 achieve 是达成某个目标 来看到例句 this summer I will realize my dream of biking around the island 这个夏天我将会来轻易把这句话下来 realize my dream of something 实现我的梦想 那这地方你也可以用fulfill fulfill my dream of 好 骑单车 到 团导的梦想 我们看到解析 好 这个解析呢就是 已经有讲了 就是实现完成的意思 实现完成或者是有了解 了解 那这个了解呢我们来看一下 you will realize you will realize 你就会了解到 how hard this work is 这个 这个工作是多么的困难 when you actually get down to it 当你真的去执行它的时候 真的去 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 好 再来看到它的名词 这很重要 realization realization 这是实现 就是实现的名词 那我们说 realize one's dream of 或者是realize one's dream to do something 这都是可以的 好 像这边 Jackson realized his dream to earn a bachelor's degree 好就是要 它实现它得到 好学识的 好这个梦想 就是拿到毕业诊书 大学毕业诊书 那你可以用offer bng 那实现执行呢 你也可以用carry out 这是同意的 同意片语 类似的片语啦 好比方说执行某个任务 好执行某个任务 这个叫carry out 这样 好 所以像这个例句 the helicopter pilot carried out his mission 这个直升机的驾驶员 执行他的任务 他用mission 这个mission就是任务 执行任务 好所以这地方呢 同学你这边可以写上任务 执行任务 那实现梦想是realize or fulfill one's dream to do or offer 加上vng 好再来看到第15个单字 第15个单字 J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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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g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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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Juggle呢 你会在哪里看到 比方说这个马戏团的小丑 他会在表演那些戏法 他或者是 这个马戏团的小丑 或者是一些扎刷员 他会在表演那些戏法 比方说 单手接三个球 五个球 这样子在那边抛球 你会觉得说他好像很忙 对不对 这样子 这个叫做Juggle 所以这个字呢 本来他就有忙于应付的意思 to deal with many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就是deal with 就是处理或应付的意思 处理或应付 你在同时间要处理 许多不同的事情 看到了例句 Many high school students Juggle their school classes and the ultracurricular activity 好 这就是大家生活嘛 很多的高中学生呢 忙于应付 用Juggle就表示说 事情很 就是同时这样处理很多件事情 忙于应付他们学校的课程 还有ultracurricular 在Ultra 就是额外的curricular 就是课程的 所以就是课外的 所以就是课外的 这个字叫做课外的 课外的活动 那在这地方我们加个r 那会变成什么 变系法的人 我们看一下例句 That a juggler performs in a circus juggling six balls and four plates 这个刚跟我讲的一样嘛 就是说好像那个小丑 他会 或魔术师啊 他会表演一些杂爽 那感觉就是非常的忙 对不对 The juggler performs in a circus Juggling six balls and four plates 这个变系法的人呢 Performance就是表演 在这个circus就是马戏团 然后呢 Juggling 这是一个分词 片语 省略的连接词 好修饰谁呢 修饰这个变系法的人 他抛接六个球跟四个盘子 好我们看一下解析 好所以呢 这个地方这个单子 除了忙与应付呢 还有耍系法 好耍系法的意思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下第一句 The manager juggled the figure to make the company seem prosperous 好这个经理呢 他忙于怎么样 the figure 这个figure是什么 这个地方figure 是数据的意思 忙着应付这些数据啊 好像使得公司看起来怎么样 看起来很生意很好 prosperous呢就是生意很好的意思 生意形容的意思 嗯 好然后接下来呢 好 就大概就这样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把中文写上去就可以 好再来看到第十六个单字 so so soing soing 这个so呢就是动词 它就是指裁缝缝纫的意思 来看到的解释 to connect pieces of clothes together with the needle and the thread 好就是呢 将这个 这个是连接的意思 将好几块布呢 连接在一起 用针跟线 tread就是线 Grandma taught me how to sew Grandma她教我怎么样缝纫 很简单 再来第二句 I lost a button on my shirt so I sewed a new one on 我呢 在我的这个衣服上 衬衫上掉了一个钮扣 所以呢 我缝上一个新的 I sewed a new one on 好就缝上去 那加个NG呢 变sewing sewing就是名词啊 不可数它是缝纫的意思 I like knitting better than sewing 我喜欢编织 胜过于 better than 胜过于缝纫 好我们看一下 解析 好那其实这个字呢 好大家看一下 好它没有很困难 好它没有很困难 好缝纫经怎么讲呢 就叫做sewing machine sewing machine 好那你看一下这个 这边有个VPP被动哦 was your dress sewn by hand or by machine 你的衣服呢 是手缝的 还是机器所缝制的呢 所以你注意一下这个VPP 是sewing sewing 加个N 再来看到第17个 draft draft draft呢是动词哦 它就是有 你炒稿的意思 to draw the plans for something 好就是呢 听某个事情 然后大概的 好写下计划 来看到例句 the architect draft drafted the blueprints for the building 这个建筑师呢 起草 the blueprint 就是蓝图 为了这个大楼 那我们来看一下解析 其实这个字draft呢 我们也可以当作名词 比方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会表示说 你就先写那个什么 草稿啦 这个叫做draft 好 draft 好 那另外呢 你稿 真兵 这个也叫做draft 好 轻易写上去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名词型 这边呢 这一句 make a draft of something they are making a draft of a new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他们正在拟这个草图 好 为了这个行政大楼 新的行政大楼 好 来看一下这个 draft doger draft doger 这个dodge就是躲避 好 所以就是逃兵的人 躲避者 躲避 所以draft doger 逃避兵役者 draft beer 叫生啤酒 叫生啤酒 好 再来看到第十八个 pat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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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字呢 前面我们学过它的形容词型 叫做patient patience呢 可以当做有耐心的 或者是当名词变什么 变病人 好 形容词就是有耐心的 那名词呢 就是病人 好 形容词就是有耐心的 那它的名词型 就是patience 当名词的时候 它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看到解释的 ability to accept discomfort while waiting calmly for something 好 这个能力呢 去接受 discomfort 就是不舒服 当 等待 好 冷静的等待 等待着某个事物 这个叫patience 看到例句 she waited with great patience for her baby to stop crying 她等待着 以着极大的耐心 这个片语 背下来 with great patience for her baby 好 等待她的 的这个宝宝 停止哭泣 好 我们看一下解析 这个在解析里面 我们注意一下 反译字 反译字的话会变成 impatience 在字尾字 字首这边加上 I am 就是impatience 好 那失去耐心 我们要怎么讲 叫lose patience with人 好 人事物 好 像这句 The mother was losing patience with her naughty boy 好 这个母亲呢 就是对她的 很调皮的这个小孩 小男孩呢 失去耐心 好 所以这地方就是失去耐心 失去耐心 you lose patience 再来呢 我没有耐心 好 怎么说 I am afraid that I have no patience with time wasters 恐怕呢 我对于会浪费时间的人 这个time wasters 就是浪费时间的人 我是没有耐心的 好 再来patient 它的相反是impatient 有耐心的 来名词就是病人 名词就是病人 这个要写下来 再来几个补充 Try one's patience 什么叫try one's patience 就是说 考验我的耐心 Don't try my patience 就是说 你不要考验我的耐心 好 这样 什么时候会有讲这种话 妈妈跟你说 手机收起来了 不要再玩了 Don't try my patience 这样 好 那这地方我们讲过了 失去耐心 你可以用luis 或run out of a patience with人 或者是have no patience little patience with人 这样 好 再看到这个形容词的部分 有耐心的 We had no choice but to be patient since we were at the end of a long line We have the no choice but to be patient choice but to do something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只好 我们没有选择 只好怎么样 这个片语相当的重要 have no choice but to do someth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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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好 只好 好 我们没有选择只好 就是乖乖的等了 有耐心 好 since是 连接词 就是because 因为我们在队伍的末段 在队伍的末段 在队伍的末段 好 那这边讲解到这里结束哦 我好 咱们在队伍的末段